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听今年的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7月23日 今天要分享的圣经人物是约瑟 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愿他增添 约瑟是雅各和拉杰的儿子 后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今天的故事勾起了我们无限的想象 一个喜欢发梦的少年 被自己的亲哥哥扔入心坑 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约瑟因故入獄 但在某一个关键时刻 他又在转眼之间受到法老召唤 站在朝堂之中 在法老面前为他解梦 这是约瑟一生飞黄腾达的开始 之后他更加成为埃及的宰相 但是约瑟当初是如何入獄成为囚犯的呢? 约瑟身为波提佛的奴隶 他深得主人的信任 并拥有很多特权 不单止如此 他还是一个外貌极其出众的年轻人 波提佛的妻子看上了他 经文形容 他以目送情给约瑟 揭尽所能诱惑他 约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身在异地的他一定经常感到孤独 而且他面对的是一个女人主动的投怀送抱 好像这样巨大的诱惑 需要很大的定力才能抵抗 但是藉着上帝的力量 约瑟做到 他不愿意欺骗他的主人波提佛 同时都见到试探的另一个层面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创世纪39章9节 波提佛的妻子反咬约瑟意图侵犯他 结果约瑟被入獄 莫非这就是上帝对于约瑟坚持原则的赏识? 但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 进一步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上帝并没有放弃约瑟 尽管他必须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约瑟的经历显明 终于上帝是通往未来安全的唯一途径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请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这个是我今天的祈祷 如果大家对约瑟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创世纪35章24节 第37章和第39至50章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拜拜